您進到簡報第11頁之後 我們就真的來試看看喔 老師知道 Google 它的Google地球 這個在地圖就沒有 它有所謂的縮時攝影 你看它將近40年 紀錄整個 就是地球的變化 其實說真的 我們的 看見台灣對不對 讓我們 從什麼 鳥的角度、飛機的角度 看見 從空中往下看的大地之美 然後呢 Google地球呢 是用上帝之眼 對不對 它整個地球讓你這樣 從不同的角度 去看到說 原來 我們存活的 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 而且呢 不是當下 它還幫你記錄了 這些歷史 所以以後 真的 這些東西就很多 那我把這個 介紹文章 我先打開一下 給您 參考看看 在這邊 那您可以看到呢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先看一點點 好 幫我們做這個 紀錄 你 因為 因為 他從 這裡 你看 他把過去 37年 的 這個是我在2021年 學的 現在又經過兩年嘛 快40年了 来,老师 您看到这个 有没有 这个变化 请问,您有没有可能自己做到 你现在看的 你会觉得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这不在你生活的地方 可是 你如果把这里切换成 你自己生活的,比如说我们的屏东 我们的台湾 你这样在看的时候 会不会更感动 会,真的 而且,我必须跟你讲 你也做得到 你可以自己做成这种动画 真的,真的 先再看一点点 这样了解了 OK,所以你看 他把很多的地方的一个变化 因为其实当 我刚讲的,当时间变成一个维度的时候 你用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 这个变化真的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看暖化 大家以前都说暖化的时候 没感觉嘛,对不对 北极熊在不在跟你没关系 但是现在有没有感觉跟你有关系有了 而且还关系很大 好,来 那我们往下看 这个,您还有很多 那么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 等一下呢 您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 这个网址 我把它复制一下 线上的老师 您也可以直接从这个 直接进来 好,那 现场的老师呢 您就 打开我们简报11页 这篇文章 就可以找到了 好,简报的 第11页 这篇文章 你往下走 您会看到有一个这个 第三个 它的缩时摄影 然后老师您知道吗 您进去的就是 Google地球的Web版 就是那网页版本 但是提醒老师一下 目前Google地球 它的网页版 您必须是使用Chrome浏览器 或是Edge 因为Edge就是Chrome 如果您用的是像那个 像我比较常用的Firefox 或者是您Mac的Safari 这个它都不支援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当然这个它有它的 技术性的关系 但是呢 原则上就是 你要用Chrome浏览器 好,您看我把它打开咯 来 好,打开之后 您现在进到的 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叫做Google Earth的Web版 那您有没有看到 右手边 好,您可以让它稍微载入一下 你看 现在有没有帮我们 在做台湾的缩时摄影 有没有,进来就有了 它直接定位了 我就定位好了 那你也可以自己找 你也可以自己搜寻 也都OK 好,你看在下面这边 有没有 在下面这里 你可以自己直接搜寻 你想要关心的地方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从什么时间点 你看1984年 来 来 有没有 1984年开始记录 台湾的变化 这样子 那如果呢 我们直接找屏东这边 比如说你要找墾丁好了 好,我们来看 墾丁国家公园 所以你要找你们家 不要客气 马上就可以看到 好,来 我们来看看到底 屏东 墾丁这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没有,都把你记录下来了 对不对 这样简单吧 那你也可以再切近一点 好 那利用这个机会 所以我顺便跟老师 说明一下就是 诶 到底Google地球 跟Google地图差在哪里 老师觉得这两个 差别在哪边 有没有 老师 哈哈哈哈 Google地图跟Google地球 感觉只有字不一样啊 还有网站不一样 蛤 他 他有时间轴 你有时间轴 对啊 对啊 其实说真的啦 到后来 功能有跌下 对对对 因为其实有一些功能就是互相交流 你知道吗 到后来就是变成什么 就变成说就是 有一些Google地图有的功能 诶 比如说你看 在这里 这个 这个是Google Earth 对不对 他以前没有这个 诶 诶 老师看到这个你会想到什么 Google地图里面不是有一个叫街景吗 对 以前他没有啊 然后因为Google地图有 他就把它搬过来这边 那相反的你看下面这一颗 诶 Google地图有没有 Google地图有呢 只是他的功能没有像他那么丰富 真的吗 骗人 哈哈哈哈 赶快找一下来 你看 我们直接看这里 明明在下面就有哦 好你看 这个是街景 对不对 那当你 变成 切换成这个 有没有 卫星地图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3D 有 对 但是那3D只能到这样 就是到这个角度而已 可是Google地图的不一样 Google地图你可以任意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你看我刚列举几个 你会发现 其实两个为什么会让大家有点搞不清楚 平常没有特别去区分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功能 是雷同的 但是 严格来讲 严格来讲 你可以用一个来做区分 就是Google地图给谁用的 给一般使用者 生活上用的 就是一些生活的资讯 是不是在上面 但是相反的 我们在Google地图这一块 它比较用在哪里 教学 或者是您的所谓的研究 比如说你看我们做一些 地震好了 对不对 或者是一些水文啊 人文历史啊 这些所谓的研究用途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做研究的 它需要有更灵活的工具 你在Google地图上面 比较难去客制化太多的资讯 虽然你刚刚看 像我 在那个我的 延期地图 我已经有放照片啊 放文字 但它就仅次 仅次于这样子而已 它没办法放在更多的内容 可是我们在Google地球这边 我可以做更客制化的 甚至我的区域我还可以画出来 我还可以重叠图片 让你古代地图跟现代地图 重叠在一起 这些都是Google地图做不到的 这样您了解了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区分 你可以像这样子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好 那你看过这个之后 重点来了 如果你要每次都这样子 是一种方式 对不对 到这个网站 那请问你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变成 像我刚刚看到的 廖正村老师的 或Google地球 他所做的这种影片的方式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的 来您看一下 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 把这个做 就是把它 录下来 来这边有几种工具 您可以选择 来你看 去年CAMMA我讲的 今天跟黄老师讲 来 CAMMA也有录影功能嘛 可不可以录影 可以 对吧 好 那第二个 这个 是一个线站的服务 以前可能大家比较少用过 不过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用它来录 因为呢 它不只有录影的功能 它也有 就是一些 那个叫做 剪辑跟 那个什么 图库啦 还有片头 有点类似CAMMA 但是也是线上 我们就可以做 好 这个相对比较方便 那当然如果说 您想要用 这个 比较标准的 萤幕录影难题 直接录下来 也都可以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咯 您看哦 在我的简报的11页这边 简报的第11页这里 我有列出这个 列出这个 RecordCast的官方网站 那您就可以直接注册就好了 它也是线站服务 不用安装软体 不用安装软体 就直接用 其实疫情期间呢 它有开放 比较多的功能 也就是 我可以录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录的 萤幕解析度比较高 但是呢 我们现在 就恢复 比较正常了吧 所以它就是 录影的时间是 30分钟 诶 我们刚刚缩时摄影 应该很难弄到30分钟吧 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点点时间而已 您就可以从这边 来 你看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来 这个网址 我会给线上的老师 来 好 现场老师应该这样也有找到吧 有没有 好 你打开之后 可以长得像这样 你看 在这里 我之前就有做过一些 哈哈哈 诶 来 所以呢 待会儿呢 你就可以从这边 来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 就是你要 你要录影的一个区域 或者是你要录的那个区间 这样子 好 首先当然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麻烦大家 先把什么 你要找的位置先抓出来 嘿 你看你要抓哪一个位置 你要关心整个台湾的也可以 好 或者你要关心全世界的 都OK 你都可以看 你要关注哪一个地方 先决定好 好 先挑好位置 好 老师 给大家 30秒的时间 您挑一下 咯 它好像不太能够 嗯 对 对 这个时间早上没有办法太精细 欸对对对对 因为它要看啊 因为它那个卫星罩 可能都是一段时间 这几十年变动太大 对对对 前面都出的要非常好 所以就要看你的位置 对 但是它至少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就是说 欸这个 到底是 呃 就是从 比如说你看那个雨林的变化 就会很明显 对对对 那种雨林的变化会很明显 对 所以如果你跑去那个中南美洲 你去看看你就发现 那个雨林减少很多 嗯 啊所以 还有你看哪里 南北 南北两极啊 有没有 冰 的变化 那个也会差很多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料 其实很多人要做研究说 欸 我怎么去证明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要眼见为凭啊 啊不过现在有AI之后 好像也不用眼见为凭啊 哈哈哈哈 很多都是假的 那 但是这个地理资讯这边是像这样 好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咯 如果您决定好位置之后 来 我们就用这个 您刚注册进来 虽然没有中文界面 但是没有关系 好你就最简单方式就是 你用Google帐号 注册 授权 这样比较快 好我就从这边 有没有 Create by Recode 就录影咯 按下去 然后他就问你了 你是要录哪个地方 是萤幕就好 还是你要 你的萤幕加你的Webcam 因为有时候老师可能做讲解 对不对 好这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他这个Webcam的部分 他就是录这样圆圆的 所以以前我也蛮喜欢他的 就效果还蛮好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录萤幕就好了 录萤幕就可以了 所以您先选好 然后就下一步咯 下一步 接下来要不要允许你存取你的麦克风 好我这边就先暂时不用 好 好风筹起来 然后呢 系统声音 还是你就告诉他不要声音就好了 对不对 他都可以选 然后再下一步咯 那么 啊对 来更正一下 刚说30分钟 抱歉 是5分钟 哈哈哈哈 他后来免费的是只有5分钟 一段影片 对 但是以我们录这个都够了 都够了 来 那我就录下去咯 好 欸有没有觉得 这个就有点熟悉了 像Google Meet的分享画面一样 对啊 所以你就选啊 如果我是空隆分页 那我就告诉他 诶我的是哪一个呢 看一下 是 诶 啊这个 对不对 好 你就挑选好 然后待会呢 我分享出去 现在你就Play啦 他就开始帮你录来 就这么简单 老师千万不要一张一张抓 这样有点辛苦 哈哈哈哈 抓三十几年也是要三十几次啊 对不对 然后动画还没有还要自己来 哈哈 好 所以 你这样重复过了 如果没问题 我就可以回到这边 就停止录影了 这样就好了 你看有没有抓进来了 所以其实如果老师您需要的 不是太过精准的 就是比较单纯的像这样 那我们刚刚有多录啦 少 或者是有需要做剪辑或彩卸的地方 这个里面都可以 来你看我先Play一下 有没有这样就录下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再去操作它啦 好 OK 然后你往下看喔 如果老师你刚刚录好了 我喜欢它的地方就是 你还可以直接在上面怎么样 直接编辑 有没有 你还可以直接编辑喔 所以其实说真的喔 在还没有用CAMAR之前 我还蛮喜欢用它的 因为确实很方便 我都是线上的工具就直接解决了 好你看我就按一下 好 它会要求你先存档 那它的格式叫做Web App 那Web App也是标准的 网页的那个录影的格式 就是Chrome主推的 好主推的 好你看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界面 好像CAMAR 哈哈哈 对不对 你的影片 然后你要加文字背景 你有什么元素 要叠到上面去的 都一样 然后下面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针对这个影片做剪辑 好直接做剪辑 所以呢你看 来 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 你哪边不要的 我也可以从这里直接切开 好比如说这里我就切开 因为有些时候 我可能在里面还要塞其他的内容 老师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做 好那 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些元素 你不觉得看到这个就觉得很熟悉了吗 呵呵呵 所以以后大家会感觉到 原来 现在只要会 Canva这种界面 好像走到哪里都通 对你看 如果你要加 我就按一个加进来 诶 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元素加进来了 对不对 那你要杂质啦 那些都可以 那么 它也有一些 你看 它也有一些 可以跌在上面 这叫overlay 就是覆盖在上面的 好覆盖在上面的 所以 这个都很好用的工具 你看 诶我前面如果要一个像这样 我就丢到这边来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一个overlay 好 告诉大家 这一次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跌到它上面来 对不对 然后这是我们台湾的缩时摄影 好 下面的就你自有决定 好 这里我就不要 像这样 OK 来你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动画了 有一个片头 然后你的缩时摄影进来 然后你再看 好 有需要的 你可以再做 如果你觉得我右手边不要 我也可以做裁切 它也有裁切的功能 在这边 这里 也有裁切的功能 你可以决定我只要这边 或是只要右边 那所有事情 你有感觉到 我们通通都在网页上就完成了 还不错吧 那最后 当然你就可以把 你的影片做一个输出 在这里 好 那您现在可以看到 它虽然 它现在能够输出的 就是免费的 不算太高 480p就是多少 720x480 但是我想 如果老师 您只是做比较单纯的 做这样的一个记录 做教学影片 其实这个是还够的 那您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输出 对 名字要给它一下 好 输出 这样你就等待一下就下载好了 老实讲 输出速度 应该是比KEMA 快一点 KEMA在输出影片的时候 稍嫌比较慢 尤其你影片比较长的话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 它的效能还不错 OK 所以这个是 让老师先 利用刚刚我们 在Google 20的Web版 你看 我们要做缩时摄影 以前你绝对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这件事情 常常都是你只在新闻上 或者一些所谓的研究团队上 你才会看到的 现在有没有发现 你也可以做得到 而且还蛮快的 就看你什么方式 你要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 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吗 可以 现在的老师跟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好 没有我就这一段 先暂时到这边 谢谢大家